国民大会就要选举第五任的总统 那么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当中 这次选举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我想请张代表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次选举总统 全国的国民都表示这个意思是很多 国民代表律师储就接到了好几千 中生海内外的电报、罕见 中生的很多很多了 最近几天都还不少 大家的意思都表示了 这国民代表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思 一定正在全国人民的意思 选举这个江总统 所以一定要选举江总统的这个全国人民的意思 一定我们正在要求这个局面的安定 这个安定 这个江总统领导 这是个安定的一个好方法 在我们要谈一间 要谈一间 这是这个总统长生讲的说 这个恢复新海革命的心思 在么就是我们这个光复大陆啊 就赶快就加速 加速这个光复大陆的这个时间 所以大家全国人民的意思 都要这个选举这个江总统 要请这个江总统 连论点 就是这个道理啊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国民大会要在明天 选举中华民国的第五任总统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 江总统代表您认为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我们今天下午演讲中 在中参长保雷厅 举行台湾西国民大会代表人员会 尤其是为了代表台湾西区 我们传统国民一支拥护总统 副总统担传严历 同时要打击共会在海外的阴谋 另外明天下午 差不多在一点半左右 在总统府的前面 我們準備白天的煙火 晚上的煙火 我們這個台灣基督 各大代表川普通人要熱烈的 表示慶祝總統圓列 謝謝 謝謝您 接著我們來訪問